硝烟 这个名字不就是此前那位威名大政的人类硝烟吗 当然 这个硝烟的名已经在万寿神界中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除非是一些实在很少在各大神兽大陆游历的 一些神兽不知道外 其他的神兽皆是对硝烟二字有所耳闻 硝烟二字对于圣龙族和祖龙族的神兽来说 简直就是刻骨铭心 当下一道道震惊目光 带着难以置信的狂喜 转向了那位脚踏虚空的硝烟 硝硝烟 这个家伙竟然拿针的突破了 而且是顺利突破到了天卫神 不少神龙族的神兽之人 在硝烟的身上 也感受到了极其可怕的气息 而那股气息 只有在天卫神身上才有的存在 那就是神魂的力量 真的是他 他竟然真的在三年的时间里 变化神火本源 使得实力有着巨大的突破 硝烟刚来圣龙族的时候 大神斩与硝烟有所小冲突 可是今日却是不满着狂喜 目光死死的 望着那从万寿之园中暴涌 出炫白火海 声音 因为激动都是变得略微有些嘶哑 圣龙族的几位神斩对视了一眼 皆是笑着轻叹了一口气 还好当初没有与这位人类 摩擦出什么大问题出来 不然的话 恐怕今日 他们圣龙族 还真的要被神龙给铲除了 但是 现在却又充满了一些希望 硝烟的出关 就像当鱼在 给了他们一些生机 因为圣龙拖延了那么久的时间 为的就是 能够让硝烟顺利出关 就算是以牺牲为代价 圣龙也是照做不误 因为这比起整个圣龙族给毁灭 牺牲自己来 拖延一些时间 也是非常值得的 这就是圣龙 而不是与神龙那般野心 妄想统治整个万兽神界 在无数道充斥着各种神色的目光 注视下 硝烟的手掌一握 周身的无尽火海 尽数地消散而出 然后其身影 消失在虚空之上 旋即便是直接出现在了圣龙的身边 然后其目光看着 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圣龙 俯下身 将其微微俯起 然后轻声道 圣龙兄 多亏你坚持到最后 不过接下来 我便让这些人 加倍的奉还回来 说完 硝烟便是从那界中 拿出一枚高阶的仙品 丹药 这一颗丹药的丹香 非常的浓郁 看来距离那神品丹药的炼药术 硝烟 应该也快触及了 圣龙兄 将这枚丹药服下 你就稍作休闲 不过 圣龙如今伤势 极其的严重 就连手都抬不起来 眼睛都是微闭着 不过他的感知确实知道 自己身边的 便是硝烟的强大气息 并且比三年前更加的可怕 而硝烟也是知晓 直接将手中的这枚仙品丹药 放在了圣龙的嘴里 然后手掌一台圣龙的下巴 那枚丹药 也顺利地被其服下 随着丹药的入体 一股极其浓郁的药效 便是逐渐地发挥出来 这也让得圣龙 微微地睁开了眼睛 面前的挤出几个字 硝烟 如今的神龙 乃是五重天卫神 其实力非常的强大 你要小心了 圣龙兄 放心吧 虽然我已经成功突破到天卫神 可是与神龙的实力差距 依旧非常的悬殊 但我有的是办法 可以做到与之抗衡 至少我不会让他们的野心得逞 硝烟的语气 也是非常的坚定 看来心中也是有着几分信心 这一次的诸龙之战 硝烟绝不能败 如果一旦败了 那么圣龙族和祖龙族 就彻底地没有了任何机会可以翻身了 然后做好圣龙这边的事情后 硝烟的身影 则是掠到了上空 天空上 硝烟的身形悬空而立 目光缓缓在下方无数神兽 强者身上扫过 看到其中 有些神兽已经身受重伤 也有着圣龙族强者 已经倒在了血泊上 看到这样的一幕 硝烟的双拳 瞬间被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神龙 没想到 你真的突破到了五重天卫神 这等实力 足以能够轻易地统治万寿神界了 不过就算如此 我也要组织你那统治的野心 硝烟的袖袍清灰 便是在其周身散发出一股炙热的波动 这一股波动 足以让一些神兽强者 都避之锋芒 这股巨大的声势 令得人心神皆颤 而再次看向硝烟的目光时 圣龙族的一些神兽强者 也是带着一丝敬畏的目光 如今硝烟的实力 举手投足间 便是能够焚烧万里 任何生灵都逃不出 硝烟的火海 哈哈 我也没有想到 你能够突破到天卫神 不过这也无妨 以你刚晋升天卫神的实力 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你拿什么和我抗衡 神龙眼盲微闪 蔑视地看着硝烟微笑道 就算如今的硝烟其 实力已经远超三年之前 可是一重天卫神 和五重天卫神的差距实在太大 更何况 在天卫神中 是无法越计挑战的 除非有什么极其特殊的力量 要试一试才知道 不然说 这些都没有用 硝烟望着神龙 其周遭的空间 也是变得微微动荡起来 一股极其可怕的气息 自硝烟的体内爆发而出 直接让得 一些实力稍弱的神兽强者 感受到了恐怖的威压 有意思 人类小子 看你是出生牛 毒不怕虎啊 不要以为自己突破到天卫神后 就觉得能够由于 本神龙对抗的实力 你要知道 就连圣龙这等四重天卫神巅峰的强者 都败于我手里 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 信不信本神龙 现在只要愿意 就可以用一根手指 将你活生生地捏爆 神龙也不知道 硝烟从哪里找来的自信 然后冷冷一笑 淡淡地道 然而神龙的这番话 如果是说给别人听 还算是有影响 而传入硝烟的耳朵中 则是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依旧无比的平淡出声 是吗 那么今日我硝烟叫领叫领叫 神龙族的神龙 究竟有多么可怕的实力 说完 硝烟身躯的周围 便是有着炫白火焰 顿时浮现出 灌入黑色的锯齿当中 蜕变成了神火横骨齿 一股炙热的波动 便是从神火横骨齿中 弥漫出 转瞬间 这片天际的空间 便是开始扭曲了起来 炫白的火焰 在神火横骨齿上 不断地熊熊燃烧着 任何空间 都在这种炙热火焰的波动之下 竟然出现空间都被 焚烧的迹象 发出痴痴的作响声 随着硝烟的实力 达到天位神之后 那火焰的力量 也随之变强 硝烟的身影一动 很快便是出现在神龙的后背 紧接着右手 一挥将其神火横骨齿击出 神火横骨齿的力量 直接洞穿空间 炫白色之火的威力令的空间 都是痴痴作响 感应到硝烟的攻势后 神龙的眼皮都没有眨一下 单手伸出 直接硬接住了硝烟的这一击 神火横骨齿这一批的力量 足以轻易地击退一些 比自己强大的一些强者 毕竟这乃是神火横骨齿 其中乃是 有着神火和地炎的力量 真是以卵击石 神龙阴沉地说道 玄机也不废话 催动自身的五重天位神力 直接轰击在神火横骨齿之上 哼的一声 一股强大的力道 直接震退了硝烟 那反正的力量 竟是让得硝烟的手臂 都是极为的疼痛 望着场中对视二人 神龙族 以及龙盟之人笑了笑 你们认为这人类小子 能在硝烟手中 坚持几回合 闻言 众人皆是一正 好片刻后 方才有着一名神兽之人 低声道 我觉得那人类小子 怕是不出三回合 机会落败 毕竟一重天位神 和五重天位神的力量 实在太过于悬殊了 就算那小子 有神火 恐怕也无法越过 如此巨大的鸿沟 众神兽强者 也是不断地点点头 沉生道 我们 神龙大人的实力 更上一层了 就算这人类小子的 天赋极强 怕也不是其对手 想要击败神龙大人 更是不太可能 然而不少 实力稍强的神兽强者 却不会那么认为 因为他们感受到 硝烟的气息 颇有些怪异 虽然他的神力修为 只是一重天位神 可是盈盈感觉中 他们却是能够 模糊感应到 硝烟体内 似乎有一种 极其奇特的力量 应该非常恐怖 虚空上 硝烟被神龙震退之后 也是很快地 调整了心态 然后拳头微微紧握 感受着体内 澎开的天位 神力 轻轻地一笑 这就是你的实力吗 也不过如此吗 神龙的表情 非常的平淡 其眼神 也没有丝毫的波澜 毕竟他的实力 乃是五重天位神 就算硝烟此刻 依旧没有巨异 也不会觉得 硝烟会击败他 当即 硝烟就将一重天位神 才具备的凶悍气势 顿时自体内暴涌出 三年时间的蜕变 不仅已经让得他 真正的进入 成为了天位神之恋 而且还令他 在一重天位神之中 行走了颇远距离 以他如今的实力 已经是一重天位神 巅峰的层次领域 所以按照目前 硝烟所释放的能量 二重天位神之下 无敌般的存在 可怕的神力 自硝烟的体内 永胜而出 手掌一握 直接灌入神火横骨齿当中 那火属性的能量 竟是达到了一个 极致的状态 散发出能够吞噬 一切万物的波动 当即长剑随意一甩 一道火齿便是飙射而出 竟然连空气 都被焚烧得一干二净 甚至将空间 划出了一道深深的痕迹 瞧得硝烟的强大攻势 不远处的神龙 却是淡笑着摇了摇头 脚掌之上 暗红色的光芒 若隐若现 细微的雷鸣声 悄然响起 而在雷鸣声响起的那一刹 神龙的身形陡然一颤 就在神龙身形颤抖的一刹那 硝烟的脸色 也是顿时一变 旋即在下方 一道道震撼目光中 神龙直接拍出一掌 对着那硝烟的攻势 洗卷去 蕴含着凶猛进风的 可怕一掌 在面前却是空无一物 紧紧凭借着掌风 顿时直接是让的 硝烟的浑身毛孔 都是紧缩了起来 也同时感受到了 五重天卫神的可怕气息 就在硝烟这般感觉之时 神龙的身影 便是出现在了硝烟的身后 哇 心中顿时 想起一道声音 这神龙的速度 竟是这么的恐怖 仅仅那一眨眼的功夫 竟是出现在了自己的后方 直接时躲过了自己的强大攻势 硝烟心中念头 如闪电般地转动着 不过硝烟 如今已经突破到天卫神 那神魂的感应 也是远远超越了 神境灵魂 所以硝烟也是在第一时间 做出了极其迅猛的反应 至少是有迹可循 如果换作是之前 序列神的实力 恐怕根本难以察觉 这样的动静 硝烟 神龙的身影 出现在自己的身后时 硝烟也是运转全部的神力 挥舞着手中的神火横骨齿 再度对着自己反方向 进行了一个反击 狠狠地击出 下方的一些 寻常的神兽强者 眼力自然也是看出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 这仅仅只是 一重天卫神的硝烟 竟然做出急速的反击 这一幕着实 让一些心思敏锐之辈 顿时 心中泛起一抹骇然 这硝烟的反应能力 也太恐怖了一点吧 暴击轰出的神火横骨齿 在抵达半空某处时 一道极其可怕的掌风 却是突然极其突兀的浮现 而随着神火横骨齿 刺劲碰撞 这道掌风时 下方的众伸手 却再便是能够清晰地看见 那充满着炫白色火焰的锯齿 几乎没有丝毫的挣扎效果 直接被那一道恐怖的掌风 给再次震退而去 这一次 那神火横骨齿 直接是震的硝烟 都无法紧握神火横骨齿 从手中飞了出去 最后直接是重重地插在了 下方的地面之上 所散发出来的炫白色火焰 直接将地面都焚烧地焦炭起来 如此强大的攻势 竟然依旧无法对神龙造成一丝伤害 而在周围那一道道阵 金木光中 众神兽也是惊呼出声 然后在震飞了硝烟的神火横骨齿之后 神龙便是冲着硝烟淡淡的一笑 手掌再次地抬起 掌心处也是凝聚出一道可怕的神力 对着硝烟猛然暴叹而出 直接抓向硝烟的脖子处 人类小子 给本神龙死 强大的神龙 直接是碾压了硝烟的力量 一出手就知道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 就算硝烟有神火又如何 在五重天卫神面前 就算有神火 也不可能会弥补实力上的差距 这也就是为什么 实力达到了天卫神之后 不能跃及挑战的原因